从老改犯到翡翠女王 手握翡翠价值102亿 刘晓庆到底做了什么 刘晓庆是娱乐圈里的传奇女神 被誉为翡翠女王 拥有19套豪宅 手握价值于100亿的翡翠 她曾豪言即便家财散尽 也能重新崛起 她的一生经历风风雨雨 从老改犯到六旬再度红透 她究竟经历了哪些波折 刘晓庆70岁的身世颇为坎坷 父母在她未出生之前就离异 幼年由外婆照顾 生活并不宽裕 后来母亲改嫁 刘晓庆在这个新家庭中 几乎消失在妹妹的光环下 机缘巧合下 当话剧团来到福林招生时 她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命运 出入娱乐圈 刘晓庆凭借出色的表演逐渐崭露头角 与获金鸡奖 百花奖等大奖 然而或许是对演艺圈的挑战感到枯燥 1990年 她毅然决然地转战上海 短短9年时间 她便累积了7000万美金的财富 极身中国富斯排行榜前45位 成为千禧年的风云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 2002年刘晓庆因涉嫌偷税漏税 高达1458.3万 最终被捕入狱 背上巨额债 连累了妹妹和妹夫 一般情况下 锅当入狱的艺人难以重回娱乐圈 但刘晓庆成为了例外 她不仅依旧活跃在影坛 还在偿还债务后重新累积了亿万家财 刘晓庆的翡翠收藏更是令人瞠目接舍 她不仅在各种活动中展示这些珍贵的宝石 就连日常佩戴也是价值过亿的翡翠首饰 她的收藏包括蓝翡 红翡子罗兰祖母绿 甚至稀有的莫翠 总价值高达102亿 刘晓庆自信表示 即便破产 也能凭借这些翡翠再次崛起 做个男人四段婚姻 坐拥6亿豪宅 58岁刘晓庆在家豪门 刘晓庆这位风华绝代的女演员 身家数十亿 据说她的房产总值高达60亿 坐落在北京西单 独栋庄园价值高达6个亿 被红墙环绕 堪比一座皇宫 大门更是装饰着81颗皇室专用门钉 这庄园占地4000多平方米 漫步其中需要花费半天以上 甚至有人在里面迷路 花园内植被丰富 私人泳池 池塘应有尽有 别墅内豪华装修 进口高档家具与大理石墙面相得一张 处处显得尊贵至极 在玫瑰园 她还拥有一套价值两亿的豪宅 这种奢华生活背后 源于她在1990年的决断 抓住商机进入商海 创办了化妆品公司和影视公司 涉足房地产等多个行业 成为最早开始经商的女演员之一 仅用了9年 她就成功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为列帝45名 刘晓庆的感情生活同样丰富多彩 1987年 她与江门相遇 两人迅速陷入爱河 这段令人意外的恋情 居然持续了十多年 却从未谈及过婚姻 传言称 宁静地出现或许扰乱了江门的信 在与第一任丈夫陈国军离婚后 她与来自弯弯的五位国相恋 但异地恋令她身心俱疲 最终分手 在拍摄《武则天》时 她与法国作家亚丁坠入爱河 却因电影女主角的选择而结束 最终 她和助理阿峰步入婚姻殿堂 但由于税务问题入狱 两人在狱中离婚 离婚后 刘晓庆再婚 这次是与香港富商王小玉前为夫妻 这是她第四次披上婚纱 王小玉据说是她的三十年忠实粉丝 在刘晓庆离婚后终于得到了机会 尽管老公财富雄厚 但她从未依赖过男人 从一个小艺人一路走到今天 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女强人 即便年过七旬 她仍然在直播 拼搏她的事业 刘晓庆的成功 是努力的最佳助解 七十岁在演十六岁少女遭质疑 刘晓庆在其中大谈自己 可以轻松演绎二十多岁的少女角色 并且坚称从未整容 这位七十多岁的传奇女演员的言论 立即引发广泛关注 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讨论她的自信和演技 是否能应对年龄的增长 她在采访中表示 我觉得自己演得特别好 现在没有我不能演的角色 我又没整容或是人工手段 我本来就是由内到外的年轻啊 怎么了 她的自信和骄傲在言辞中 一于言表 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无疑她是一位不畏岁月 勇敢追求自我表达的女性 这番言论立即引起 网友们的激烈反应 有一些人对刘晓庆的言论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虽然刘晓庆没有整容 但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逆的 演技再好也不能完全掩盖岁月的痕迹 无论观点如何 关于刘晓庆是否适合 演艺年轻角色的讨论 给大家带来了一丝乐趣和欢笑 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下 或许可以发现演艺圈中 不同观众对年龄与演技的理解存在差异 刘晓庆的豪言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话 并非空虚来风 这位娇嫩如花的喇嘛 拥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华丽的外貌 一直以来备受观众瞩目和喜爱 在她的眼神中 仿佛蕴含着岁月的秘密 这也是她自信的来源 从她的经典作品中 我们看到刘晓庆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敏锐捕捉 总能将每一个角色演绎的栩栩如生 仿佛成为那个角色 这种与角色融为一体的能力 让她在演艺圈独树一致 无人可别 而现在 当她信手拈来地说出 现在没有我不能演的角色 我们不禁为她的自信而折服 毫无疑问 刘晓庆已经成为了演技与年龄的完美结合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岁月对她而言只是一种过客 请不吝点赞订阅